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PT大学瓜的Jacky老师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这一期的PT大学瓜真体预测的讲解 那么这一期真体预测的所覆盖的范围是从4月29号到5月5号 那么各位同学已经知道了 在国内的考场呢已经纷纷的开放 甚至北京在这两天都有学生可以去考试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那么希望国同学一定要把我们的真体预测给看下来哦 那么就这两天考试的同学一个反馈啊 咱们现在就是考场里面的真体数量是非常非常是庞大的 我们的预测的命中频率呢 在我们的这些老题里面几乎是可以高达100%的 那么哪些题目咱们可以高达100%呢 第一个是我们的Refum Dictation 第二个是咱们的Sumplized Broken Text 第三个呢是咱们的Asset 第四个呢是SplT 这四个题目目前现阶段我们的真体预测 就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反馈来说依旧是100% 它没有再加任何的新题 所以各位同学一定一定要在今天的这个时候 把我们的真体预测好好的看下来哦 因为马上啊 Morban这个考试也会逐渐开放了 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今天的这期真体预测里面 主要还是以这个修补为主 但是呢也给大家找到了一些新题 首先需要给大家说一下的是 我们一共在两个section里面帮大家找到了新题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咱们的这一个Describe Image Describe Image里面呢 曾经啊有同学跟我们反映了有一个FruitChain 中间呢是有这个熊以及熊死后的骨头 还有这个啊里面有蝴蝶 那么这一个图片呢之前啊当时都是学生手画的 不过呢最近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近似的图片 所以呢我们今天把它放在了我们的真体预测里面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阅读FID 拖拽类的这一个位置 帮够同学找到了一道关于Medicare的新题 所以各位同学把这两个部分的新题一定要看下来哦 这个视频的简要概述就到这里了 那各位同学赶紧看起来哦 希望各位同学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拿到你的内项分数 五月份一定是你们的幸运月 OK那么我们下一期真体预测再见咯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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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